iPhone 15 Pro系列呢 应该会是这几年以来 最适合裸机使用的苹果智慧型手机了 如果你裸机使用的话呢 也能够让你充分的感受到 这一次Pro跟Pro Max都减重20克的效果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电话娃达的编辑Rus 那我们这一次很荣幸受苹果的邀请呢 到美国去实际动手玩 这一次的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系列呢 我们回来之后呢 也很幸运呢 可以抢先第一波来进行iPhone 15的测试 但是我们只有非常短短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测试 所以在这样直线时间之内呢 我们想到干脆用15系列 就是Pro跟标准版来互拍 以最直觉的方式的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次新机的拍摄能耐 还有新世代iPhone的质感 以及动手玩的心得吧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这次的开箱吧 这一次的iPhone 15系列的盒装呢 依然保持相当环保的导向啊 基本上撕开盒装的纸条 就能看到这次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的本体 盒装内除了说明文件以外呢 这次最大的改变呢 就是它的充电线已经改成了 两边的头都是USB Type-C啊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 已经开始支援USB Type-C了 依照苹果目前积极走向碳中和的目标下 未来几年会不会盒装只剩下iPhone一个本体 其实还很难说 撕开胶膜 我们直接用这一次iPhone 15升级的4800万画素的相机啊 来欣赏一下这一次iPhone 15 Pro钛金属上升的帅气外观 这次我们分别介测的是蓝色 还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原色钛金属的iPhone 15 Pro系列 那以原色钛金属色来讲呢 我觉得iPhone的贝壳的颜色呢 会给人有一种水泥灰的质感 但透过有点偏金色的中框 还有镜头框的点缀呢 就会觉得这个颜色的iPhone质感的欲 我现在很常在使用的Apple Watch Ultra的质感非常相似 非常搭 至于蓝色呢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非常像MacBook Air午夜色的质感 如果沾上的油脂比较多的指纹呢 可能也会觉得指纹相对明显一点啊 只是相对于以往的不锈钢亮面材质比起来呢 这次所有的颜色就是蓝色黑色白色还有原色系 指纹的问题其实都轻微了很多 甚至可能会觉得以前边框一定要薄膜 现在可能不一定要哦 整体而言如果这次的钛金属了 真的如苹果所说的就是有更强的内容度的话 那么我觉得iPhone 15 Pro系列呢 应该会是这几年以来最适合裸机使用的苹果智慧型手机了 如果你裸机使用的话呢 也能够让你充分的感受到这一次 Pro跟Pro Max都减重20克的效果 除了有点法师文质感的中框之外 这次iPhone 15 Pro系列的外在以及功能上的最大改变 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源自于Apple Watch Ultra的动作按钮 虽然它的颜色不是像Apple Watch那样就是用橘色 这颗按钮可以制定非常多的功能 特别是能够制定以Siri的洁净来使用了 它其实就已经接近无限多的应用可能了 就是官方的App也可以使用 但是我自己最爱的还是可以直接快捷使用录影功能啊 或者是拍照功能的快捷键 它的预设功能是可以短暗确认静音的状态 那长按的话就可以切换震动或者是铃声的功能 这人认为这按键最大的好处呢 大概就是iPhone可能又少了一个会积灰尘的孔吧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觉得说 iPhone 14之前的静音孔 常常会觉得里面很多灰尘看起来很奶牛啊 那说到挖孔呢 这一次底部的连接埠呢 也符合全天下的预期 改成了USB Type-C的规格 甚至在USB 3的传输能耐的Pro系列中呢 还能支援外接SSD 来解锁ProRes 4K 60fps的拍摄能耐 那来到了完美呈现一个USB-C 然后各跑各的速度 保持在lightning慢灵魂传输速度的标准版iPhone 15 撇开不支援ProRAW跟ProRes的录影 跟需不需要更高的传输速度有没有关系 这一次的iPhone 15系列呢 其实维持之前 我自己在文章中的惊讶感想 就是即便没有promotion这种高更新率的显示 还有永远显示的AOD的功能 但我自己觉得 苹果愿意把XDR的萤幕下放到标准版的iPhone系列 不仅是动态倒了 就连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的规格也没有折衷 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你就会觉得说 苹果这次明明搞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注射玻璃背板呢 结果却在这一堆淡色系的手机里面 塞了一个不带颜色 比以前看起来更专业 更有Pro气质的黑色版本呢 应该是有一些它的其他考量 我甚至觉得会不会未来 传说中的Ultra系列推出之后 标准版的会跟Pro系列的会合为一体 手感方面呢 iPhone 15的标准版呢 也全面采纳与Pro系列一致的 就是前后玻璃跟中框呢 有一个更顺的弧形的边缘设计 虽说有PVD涂层的Pro系列呢 感觉更不滑手 整体手感算是略胜一筹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呢 我觉得也许 苹果是想要让这一次的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 变成是至今最Pro的标准版iPhone的感觉 以往标准版iPhone呢 它没有望远端也没有微距拍摄的遗憾 这次透过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 带来的无损的两倍镜 其实有一定程度解决了 这方面的拍摄体验的落差 重点是呢 这次的iPhone 15标准版也没有落对 同样升级了2400万画素的 预设解析度的拍摄系统 也可以玩到会自动记录景深资讯 并且能够在后置的时候 用编辑的方式来改变焦点的 新世代人像模式 即便这次iPhone 15采用的A16 SoC 感觉没有主打能游玩桌面及3A游戏的 A17 Pro那样的威猛 不过这次的标准版的iPhone 15呢 其实比起Pro系列呢 它有更轻的手机重量 却拥有相当够用的规格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真的非常在意 要有太金属啊 中框很希望有换清机的感觉的话 就这次的规格以及开箱的第一印象 iPhone 15的标准系列 会是我个人相当推荐的系列 如果接下来 它给人的评价都还不错的话 这样的CP值会在销量表现上面 会至少比以前还要卖得好吧 至于这一次苹果打出iPhone 15 Pro系列呢 有更好的散热还有游戏体验 甚至说在降低耀光的镜头方面呢 也有改进 还有这一次最特别的iPhone 15 Pro Max上面 四连反射的镜头呢 关于它的实拍表现 会不会让人觉得呢 要贴一点直上呢 就请大家锁定 看看我们接下来深入的比较实测片咯 大家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篇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